自彈男參選叫巴打力層 新政府上任沒多久 九月立法會選舉又來了 有位政治與血分子都說要參選立法會 自彈男你好 我們應該怎樣稱呼你 叫我自彈男也可以 你打算什麼時候才脫下口罩見大家 到最後逼於無奈 我才會考慮脫口罩 那我們就期待著你脫下口罩那一刻 又要低調又要選 究竟你想怎樣 我也是針對民主黨上前五居公投 他沒有參與 即是令制度公投會失敗 因為如果有了公投之後 譬如今年七一可以公投一下 特首有沒有說謊 或者李旺陽是否被自殺等等問題 他說要在港島出選 那有什麼政綱呢 以往就會捍衛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但到今時今日我覺得不是捍衛 是爭取的 即是已經失去了 我覺得 這幾個月來講 穿衣服自由 和音量大聲的 細聲的自由 都要爭取 他又說要爭取免費電視牌 不要給CCTVB一台獨大 我希望高登的巴打 私打可以幫一把 因為上次我可以 在無線新聞 試試彈彈出名 其實巴打和私打都出了很多力 斯丹南現在仍未有提名人 但他說有信心爭取到100個人支持 他說最怕的可能是花蟹 因為你到時做到候選人的話 局都迫著要讓你在TVB兩上 可笑 讓我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